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的马力是180匹 然后它的功率是132千瓦 我觉得这台车它配上这套电动机262匹的一个动力是绝对足够咱们日常使用了 然后这台车它官方的百公里加速数据是7.3秒 可谓是非常非常快乐 让这样一台1.8吨接近1.9吨的车开起来非常的轻盈 之前我们试驾过很多台这种混动的车型 发现有的车型它的动力输出并不是那么的平顺 在电动机与发动机来回切换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顿挫 那这台车呢目前我们处于一个混动模式 它的整个的动力输出还是非常的流畅 没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但是呢它在低速状态下 你如果就是说把这个发动机给踩出来 还会有一点点的轻微的抖动 但是这种抖动呢 不会让人产生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这台车搭载了吉利最新的P2.5传动技术 将这个电动机放在了变速箱的里面 然后使得它的传动效率非常高 非常的节省它的能源 领克01PHEV基于CMA电气化模块架构打造 将这个电池呢放在了这个车的中间的位置 使得这个电池呢非常的安全 那另外一方面呢又让这台车在高速行驶的时候的 它的稳定性会变得更好 那这台车在开起来呢 我觉得它有点像传统的燃油车 不像那种EV车型纯电车型 你踩油门忽然给你一下给你一脚的那种感觉 它这个动力输出呢是非常线性的 非常舒适 开起来很惬意 我觉得这台车的一个底盘表现 它整体来说还是非常的运动有韧性的 那在过一些减速带的时候 它可能回弹的速度不够快 然后导致这台车呢 在过减速带的时候可能有一些飞起来的感觉 但是它作为一台SUV来说 我觉得这样的表现已经非常不错了 不得不说啊 这台车的刹车的表现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 它的一个刹车时的这种阻尼感 让你的脚在刹车上面踩刹车的时候非常的舒适啊 不会像有的车型非常的硬 有的车型呢又非常的软 这台车的NVH的表现非常非常的好 它前面用了双层夹胶的一个玻璃 另外呢 它这台车相比老款车型的八个音响提升到了十个音响 而且全系标配 燕飞力式音响 它的音响效果真的非常的不错 在下班的时候你听着这样的歌 然后开着这样一台安静的车 我觉得真是一种享受 领克01PHEV版 它的整个的外观呢 没有太大的变化 它的车长和车关呢 都有略微的增加 它车辆的前部呢 取消了原来的雾灯的一个设计 让前面的设计呢 更加的犀利 坐进这台车的车内呢 我发现整台车的 你比如说它的方向盘 握感是非常的柱壮 而且它一个平底的设计呢 都让这台车充满了运动感 那这台车的座椅呢 它也是采用一个运动座椅的一个设计 整个座椅的包裹感非常十足啊 可以牢牢地把你固定在这台车的座椅上 另外呢 整个车的车内的仪表呢 都采用了非常漂亮的UI设计 车内整个空调啊 包括这些位置呢 都进行了重新的设计 相比于上一代的镀铬试条 这一代的设计呢 我个人认为它是更好看一些 它的车机系统方面呢 也有了新的升级 这个车机系统 现在用起来非常流畅 上一代的那个车机系统 相信有试驾过领克的朋友 大家都知道 上一代的车机系统 真是让人苦不堪言啊 还有整个的空调 温度调节 风量调节 这些按钮呢 都直接触手可得 而且用起来非常的舒适 包括它的音量调节按钮呢 也设计在了你的右手旁边 调节起来非常的方便 这台车呢 相比于普通的车型 它拥有了四种驾驶模式 电动模式 混动模式 动力模式 以及经济模式 都让这台车 它的用途更加的广泛 可以在你纯油下使用 也可以在纯电下使用 也可以油电 一起混合的使用 今天我们拿到的这台车 是一个顶配的车型 里面的功能非常非常的丰富 比如说它的一些自动雨刷 自动大灯 后视镜 然后自动下翻啊 包括它的两段式的全景天窗 都让这台车 非常的实用 还有非常特别的一点 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这台车的车身呢 被门式板给包围着 即使在有泥的情况下 也不会弄脏你的裤子 真的非常非常的人性化 这台车的车内空间啊 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 一台紧速型SUV 腿部呢 我一米七七的身高 竟然还有两拳以上的距离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充裕了 那它在这些细节的地方 比如说这种触摸式的感应灯 一点极亮一点极灭 这种设计呢 我觉得都非常的用心和细心 包括它在这个充电的地方呢 可以在比较暗的环境下 自动点亮 然后都是一些非常细节的设计 我觉得国产车能够做到这样 真的是值得点赞了 而且呢 这台车它是支持 后排座椅四流比例放倒的 搬运货物啊 自己想在后面躺一会儿 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试驾完这台车 我发现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 如果你有20万左右的购车预算 那如果你又想要一台SUV 然后又有绿排的需求 又方便安装充电桩的话 我觉得这台车 真的是你非常不错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